因害上神 因是因邪 杀神无命 对于圣贤的教诲 他不相信 所以才遭这个国报 野生的禽兽互相吞胆 我们常常在电视里面 看到动物器官 野兽互相残杀 那也是国报 他的冤亲寨主并没有得到人身 都在出生道里 还是互相抽象 这些都是事实 等到你什么时候 你修行得清净心 佛家的术语叫得三昧了 你心清净了 得三昧说 不会受外头境界影响 外面色身相畏挫乏 你六根接触 能够不动心 营养接触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得三昧 我们修行 功夫成就了 智慧自然就开了 然后你看这个世出世间形形色色 你就能看到真相 真相是什么 因果报应 就这么回思经 你才深深明白这些道理 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到这个时候 给主说 你自己得大自在了 你可以随时随地 离开这个世界 生死自在了 可是这样的人 决定会生起 慈悲心 自己生死了了 把这个身体留在身上 帮助别人 一定会这么做的 不会自私自利 这个世界太苦了 赶紧到极乐世界 就向我夫妻了 不会 一定帮助这个世界 世界还有一个人会相信 都不会学习 服侍门中不学义人 这种慈悲 这种爱心 世间人不知道 他不懂 你真的明白懂得了 你才晓得佛菩萨恩德之大 你才晓得佛菩萨恩德之恩 我们看眼前这些畜生 无论是大的动物 无论是小的动物 他的应由 都是经上所说的 不相信神仙教诲 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搞成这个样子 彼此之间都是迷惑电脑 彼此互不相量 互不尊重 互相仇恨 互相嫉妒 互相报复 世事为悦 什么时候 他才能真正醒过来呢 觉悟过来呢 难了 太难太难了 佛菩萨不是不慈悲 在教导啊 奈何习气太重了 业障太重了 换不回来 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在讲堂 跟大家讲这段事情 看到主意表情 好像都听懂了 一出大门 忘得干干净净净 境界先前了 还是做不到主 你在晓得这个事情呢 一定要面对境界 六根对六臣 自己真正做得了主 不会被境界所转 我们讲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 你的功夫才算得利 许多念佛同修问我 什么叫功夫成片 这就叫功夫成片 真的成片 财神明事税 摆在面前 确实不动心了 不被他所转 不受他影响了 功夫才叫得利 功夫得利 就肯定能往生 你往生就有把握了 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啊 是念佛人起码的功夫 最低的功夫 功夫得利 也有前身不同 这佛家常见啊 有九品啊 上上品 上中品 功夫得利的人 往生自在 那就是说 他想什么时候 走什么时候 想在这个世界上 多住几年 也不妨碍 他没有生死了 所以 了生死 自在往生 不是一定要修到一行不乱 修一行不乱 那我们的确是没有把握 没有指望 功夫成片里面的 上品 就生死 自在 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呢 看作我们一生当中 唯一的一桩大死 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 都是小事一桩 为什么呢 带不走 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事情不但解决我们生死问题 解决我们生生世世跟这个冤亲债主瓜哥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都复杂了 我们要在这一生呢 都把它解决掉 做一个了断 这才是聪明人 这才是真正觉悟的人 学佛 没有学到这个本事 你不就不要干了一场 我们欺辱到这个境界 才对得起父母 对得起老师 对得起三宝 对得起佛菩萨 不如这个境界 就不得了啊 不如这个境界 我在讲经也常说 不能死啊 死了你入山土 所以不可以死 死了你就不得了啊 入这个境界呢 生死就没有了 你都大自在了 六道轮回设法界来去自由 毫无障碍 你说这个都快乐 世出世间什么样的学问 都办不到 佛教是九法界 至善与淫满的教育 我们这一生 没有接受到这个教育 就叫遭难了 叫散途八难 你有机会 接受这个教育 你就认真干 你这一生 决定能成就 你这生命的教育 你这生命的教育 这一生命的教育 我对你这生命的教育